这种针筒型的方式呈现 那一般上来说我们都会用一些医药局批准合格的牌子 可是我们这里的诊所 一般我们都是只用一些欧美国家的 这就比较保证 哈喽大家好我是Karen 首先我们先来欢迎我身旁这位来自E Clinic的微妆医生Dr.E 哈喽大家好我是Dr.E 其实现在很多人不分男女都非常注重保养 不论是去美容院保养也好还是用护肤品都好 那说到护肤品啊 那我就发现了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护肤品都标榜说有那个玻尿酸成分 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哦 到底玻尿酸有什么作用 它的功效是什么呢 你能不能和我们解释一下 基本上玻尿酸就如Karen所说的 平常我们可以发现到在一些护肤品 但是在医美的作用上来说 它有更大的作用就是 我们可以用玻尿酸把它注射进入我们的体面 比方说脸上还是什么去补充水分 减少皱纹 还有给它填补一些凹陷的地方 嗯明白 那其实玻尿酸除了可以用这样护肤品之外 那我也看到有很多那种微疹 他们其实都有说去打玻尿酸对吧 那其实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学到注射玻尿酸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基本上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实我们的玻尿酸在我们的体内开始慢慢的流失 所以可能你也会开始发现呢 我们的脸部它开始凹陷 所以那个凹陷的地方呢 我们其实可以用玻尿酸这种填充物把它填充起来 其实是因为跟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那个脂肪 脂肪层在我们皮肤底下的脂肪层 它开始慢慢的流失 所以比方说你会看到有肋沟 这个肋沟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脂肪层它开始慢慢的流失 所以我们需要用填充物 比方说玻尿酸去把它填充起来 所以看起来呢 它是会比较饱满的感觉 所以整个人会看起来比较精神比较好看 其他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注射的地方 比方说这些我们叫法令纹 或者是说脸部这个脸颊的地方 如果它有塌下去的现象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填充物玻尿酸把它填充起来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你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苹果肌 对我们的苹果肌 其实除此之外呢 比方说嘴唇呢 这些有些人他们比较喜欢一些风润的嘴唇 那他也可以用玻尿酸把它填充 看起来比较性感比较好看 这样的 我想问当时他们注射这种玻尿酸会有剧作用吗 我们的体内已经是有玻尿酸 基本上来说它不会有太大的排程 只有很少少数的人 可能他们注射了玻尿酸之后呢 会有少许的敏感 但是说到副作用呢 其实它是更在于注射的那个人 医生也好 或者是美容师也好 如果他们注射这种玻尿酸 就是进入错误的部位的话 比方说血管的话 那么它会导致那个玻尿酸 它会注射那个血管 会导致那个细胞坏死 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必须要去找合格的医生 为你注射这个玻尿酸 至于其他的副作用的 其实都是很短暂性的 比方说因为我们打玻尿酸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针嘛 所以可能就是有一些小小的针孔洞 会有瘀青的可能性 或者是稍微的红肿 肿脏等等 但是这些都是短暂的 明白 我想问那EK0本身里面有提供一些 怎样的玻尿酸的服务 我们这里其实基本上三种 像我刚才所说的方式 其实我们都有提供 就比方说 可能我就让大家看看 如果说注射的玻尿酸的话呢 它其实是在市面上呢 它都是在这种针筒型的方式呈现 通常就是诊所呢 它都是会卖这样子一支一支这样子卖 所以这个是注射型 那一般上来说我们都会用一些医药局批准合格的牌子 在这市面上 可是我们这里的诊所 一般我们都是只用一些欧美国家的 那么它的品质就比较保证 然后它的那个 它可以说耐的那个期限呢 消息也比较长 对也比较长 基本上这个玻尿酸如果注射进体内的话 它一般可以耐的12个月至18个月 这是一般啦 那它可能会被一些生活习惯所影响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运动爱好者 你做很多运动 或者是你是常常很夜睡 或者是抽烟喝酒的朋友们 可能玻尿酸在你体内 它所能够在你体内 你打了进你体内过后 就是它耐的那个期限呢 可能不会太长 有可能是9个月 那你想问如果下一次再来补充的话 用的那个分量是和第一次一样 还是要用更多 那就不一定 一样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还需要看你的状况而决定 可能你相受很多 那你的脂肪流失很多在你的脸上 那你可能你第一次你来的时候 脂肪流失不是很多 那你可能一只两只 那可能你瘦了20公斤第二年的时候 那就可能你需要补充的量会更多 所以就是因情况而定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长期的 对是可以的 相对之下其实它是蛮安全的 如果你是用正确的方法 用合格的产品的话 那刚刚你讲的注射吗 那茶的呢 茶的就好像比方说 好像我们这个我们的诊所里边 我们有这个产品它是纯玻尿酸 它就是一个保养品 它里面这个玻尿酸呢 你可以当着好像精华液这样用 你可以把它 你可以试试看 就这样抹 所以每天你可以 擦在脸上 它能够为你保湿 我基本上我很喜欢 把它滴在我的那个foundation 我的化妆 底妆 底妆乳液里边 它能够保湿 然后把那个妆比较贴服 可以耐用比较久 所以它不会很油腻的感觉 或者是黏黏的感觉 它这样吸收进你的皮肤里面过后呢 就能够达到一个保湿的效果 是 其实那个感觉我觉得 第一上去就好像 比如说副面膜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皮肤一些比较干的 或者是说你想要保养的比较好 减少皱纹预防 就是那个皱纹 那么快出来的话 可以就是说用一些保湿的精华液啊 什么 拥有这个玻尿酸的成分在里头 所以我觉得有立刻马上看到效果耶 真的 就感觉比较湿润的感觉 是 然后这个你看没有涂的是比较干的 这个还比较就润润的 对 当然 那么口服呢 其实我们有的这个呢 就是它叫collagen leaf 其实这个collagen leaf呢 它是 据我所知 它是唯一一个胶原蛋白的饮料 但是它with halonin acid 对玻尿酸呢 英文是halonin acid 它这里面呢 含有这个玻尿酸 它这个饮料基本上就是也是一样啊 就是帮助你刺激胶原蛋白 保湿啊 减少皱纹啊 它是有医学根据 就是它们有做研究 有clinic studies 全部证明它是有效能够剪除皱纹啊 还有提供水更难给你的皮肤这样 所以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的方法 可能有些人不喜欢打针 也嫌麻烦不想要查什么护肤品的话 那么口服可能也很简单 就是早上拿起医治来就是这样喝 所以这是建议一天喝 一天一次 对 一天一次 对 就是这个collagen leaf 那今天非常谢谢东西 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玻尿酸的知识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们 你们听了这个以后 应该也会更加了解什么是玻尿酸 然后有什么功效 那如果你们真的有需要 在这方面的保养还是什么 那也欢迎你们来到eclaring 来找东西 好的 那记得影片结束前 希望你们记得要点赞分享这个影片 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东西的话 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拜拜 拜拜